皇帝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我这明明是真的病了 我现在倒成假的了 朱元璋对刘伯温有多好 知道老刘生着病才去接上散心 就派二胡一次性把药都给送来 未来的锦衣卫指挥使 更是送上了老朱的亲戚母后 刘伯温患病不潮 叫咱十分惯 赶紧给他送药去 接着那小兵抬着药就出来了 刘伯温一看好家伙 这是完完整整的 本自然科278份实践 并且需要三天内选出 上笔事件36份 二胡就有话说了 皇上说了 刘伯温精彩绝艳 文章许世界一流 定然能判断取世是否公道 老刘一抬眼 那讲话的 纯纯的欲哭无泪了下 我身个重臂 出个门散了心 被领导抓住家班 害他娘的是三天内 一向秉持着 优雅永不过时的刘伯温 那是犹如寄居卸搬家 绷不住了 皇上不是让大臣们 在奉天殿乐卷了吗 为何还要让我再阅 二胡此刻化身为 传达口律的机器人 他告诉刘伯温 皇上说了 既然你哥家里养兵 为啥去溜大街 你是不是没病 老刘此刻心里 那是 跟着刘脸跪在地上 还得张嘴说道 二胡充分贯彻 傻娇起一味的狠辣作风 故作安慰地表示 刘大人啊 外面太凉了 屋里暖和 等到了屋里 末将帮你把试卷摆好啊 不用谢谢我了 也不用离我在家吃饭了 老刘双Q都没说完 二胡就化作一阵风吹走了 等到了屋里 老刘摸着自己的 袜梁袜梁的心 他是明白过来了 朱远璋 这是怀疑上他了 皇帝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我这明明是真的病了 我现在倒成假的了 刘脸 看着这堆积成小声的试卷 可吓坏了 这么多试卷 干三天 没病 也得干出病来 那老刘能咋办 只能是一支笔 一盏灯 一个夜晚 一的奇迹 可以说 那头凤天店 中书省家六部月券 是常规操作 这边老朱 就启用了外挂刘伯温 报官加班 等刘伯温醒过来的时候 老板的目光 那是咄咄逼人了 正盯着他看呢 对于老朱来说 吓唬老刘 那简直就是 居家旅行必备之乐子 他看着刘伯温起来了 张嘴就是一句 老刘啊 没想到你睡觉 居然还有说梦话 这个习惯 你一直颠三倒四的 在念叨 陈病了 陈真的病了 怎么着 在梦里头 还担惊受怕呢 谁也想不到 和尚出身的朱延章 居然还会好卖 来 朱延章那是把手 往刘伯伯的肘肘里一放 那是 是充满担心的张嘴了 老刘啊 你病得不轻啊 接着 他话风一转 不过 咱算是看出来了 老刘你的命 硬得很 谢谢就好 没关系的 不就是区区二百多份试卷吗 老刘 一脑门子的问号 陛下 您早些年行走天下 靠的 莫非就是这望闻问切的把势 老朱大言不惭的表示 那讲话了 当初在凤阳 哥们人称小话陀 活神仙 这时候 老刘展现了一波 什么才叫 裤裆里面轮大锤 精确打击 人家把脉 都是摸着手腕 你是朝着沉的肘肘就来了 再靠近一寸 可就上某江文学了 老朱表示 都一样 在手腕 还是在肘吧 有啥区别 总而言之 老朱就一句话 你有没有病啊 咱瞧得出来 咱眼珠子都能把脉 你说你一个当臣子的 我就是把脉把错了 你也不能说出来 并且还做了一波 如何填好皇上的教学 当臣子的 也应该说 皇上 您按对了 是臣的脉 长错了地方 刘伯温 是个实在人 张嘴就一句 可臣不会 直接给老朱逗笑 老朱心里表示 我还不知道你小子 所以他没生气 只是跟老刘解释 这是把六部 中书省串通一气 找你再审一遍卷子 所以辛苦你了 你跟他们选的试卷一样 这样咱就放心了 就是太笨了 怎么能够 怎么能够把所有的 北方学子给疏漏了呢 老朱也给刘伯温交底了 此刻大明刚开国几年 北渊未出 赵敏特和王宝宝 天天就寻思着 重铸大渊荣光的 咱们开这个恩科 就是为了找 可持续性消耗的人才 来补充中层官吏 积蓄力量 此时 除了这事 岂不是要南北学子 离心离德呀 接着 老朱就问刘伯温 都说你是神奇妙算 刘伯温 来说说吧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老刘往床上一跪 表示自己 我也没啥法子呀 这事难办 但老刘也是提出了 自己的建议 首次歌曲 不建议大清徒刀 如果首次歌曲 变成一场祸事的话 起来吧 到外面说话 老朱表示 要特开一场 北方学子专项恩科 叫做北场 之前的叫做南场 这样一南一北 就汇集了天下 所有的学子 还不上面子 给了恩典 你看这发的如何呀 刘伯温一愣 这主意 陛下谁给你出的 是杨县 是胡为庸 是李战长 在你的心眼里头 还是瞧不起咱呢 咱这个皇上 不就是个 放牛娃出身的吗 这一下 可就把刘伯温 吓得直接跪下 咱刚刚才醒过事了 这桶主意 天摇地动 力万千坤 也只能皇上想得出 臣 敬佩万分 老朱拍了拍 刘伯温的肩膀头 心底 辣叫一个美色色 咱再给你序假十天 你好生养戏吧 那么 这个主意 到底是谁想出来的呢 为什么说马皇后 是朱元璋 真正的贤力柱 还得看看 他是如何解决 在恩科 出了三十六进 都是南方学子的事之后 朱元璋 可以说是焦头 还那个烂鹅 马皇后给老朱 倒了一碗茶 显得是从容不迫 这就让老朱 都好奇起来了 看着闭目养神的老朱 马皇后表示 我在等换BGM呢 接着 马皇后贡献了 堪称顶级的政治智慧 这次选取的三十六市 不管怎么着 都得承认 否则这不是打咱们朝天的脸吗 你不认得这次的进士 北方不闹了 南方就得闹起来 朱元璋对媳妇的分析 深表赞同 接着 马皇后火力全开 给老朱抽了个主意 你把北方学子都招进京城 再办一场大事 现在这场呢 你就叫他恩科南场 下一场呢 你叫他恩科北场 这么一来 你就可以把恩典赏给北方人了 老朱猛的一看 这不闹笑吗 哪有办两次可举的 可接下来他眼珠子一顿轮转 好像有点道理 马皇后微微一笑 何止是有道理 姐姐我呀 连借口都给你找好了 稳稳能平息天下世子的心 天下刚平定 北方世子络绎不绝的赶来 应礼不所请 朕特此增设恩科北场 以为天下学子之望 等南北场考试已结束 把南北学子放一起 同场电视 亲点状元 风息平复了 朝廷的声望上去了 可持续性越炮人才又增加了 老朱还能说什么 只能张大嘴 这老朱一开心 就想起了儿子上午的表现 你别说 老婆孩子都厉害 上午的时候 老朱愁得焦头烂额 太子朱镖 也跟老爹打包票 李擅长和宋莲 不会寻思舞弊 并且说出了 出现南北榜的原因 镖子表示 自宋朝以来 北方一直在打仗 人口本就凋毙 南方相对安定 士大夫们也都乐意往南方跑 所以北方整体教学质量 确实不行 其二 咱们刚刚平定北方没多久 许多世子还没得到消息 所以来的一部分 水平可能一般 其三 还有一部分世子 处于观望状态 甚至想关上门来做协问 自然就不会出来考试 老朱一想 我家彪子 说的果然没错 那么屏幕前的 红武皇帝们 你们觉得有马皇后这样 喜欢干预正事的贤妻 是好事吗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长眼大拇指三秒 为剧眼充能 我们下期再见